我覺得我們先從父母親的角度來看 我在職場遇到教育訓練的過程中 很多學生來上課 當然他們大部分都是很正面的 很想要學一些東西 可是在這裡面所看到幾個案例 像包含媽寶當天兵 銀行媽寶把資產負債表都看錯 我覺得其實在訓練的過程中 專業知識跟專業能力 我剛剛談到還是有點不一樣 職場需要的不是專業知識 是專業能力 舉個例子來講中文的能力 如果我要去新加坡打工我肯定要英文能力 溝通像剛剛議員講到了 我連看著你講話我都不敢 我每天面對電腦這就是能力 這跟你博文考幾分數學考幾分 完全沒有關係 人跟人溝通的能力都沒有 這個能力在職場會是一個很大的門檻 我們談尼特組 當然這裡面的NET裡面 談到一是不工作 另外一是不受 第一的話是訓練 這三種我覺得我現在如果不升學 其實我可以去參加很多的訓練 這根尼特組在那個案例當中 我寫的那個情況 我覺得我現在回過頭去看 那個小孩在玩手機 父母親在第一時間沒有自知 這個就已經種下了一些後果 像我們談到像親近的例子 現在會發生都是幾年前所造成 遺留到現在看見台灣被發現 這個小孩會在那邊玩手機 你爸媽在那邊搬東西 他無動於衷 絕對不是今天 可能是過去這段時間就已經養成這個習慣 所以我寫這篇專欄 不是要去批評年輕人 我寫這篇專欄 我是要去提醒我們做父母的人 我自己兩個小孩 一個高一一個國一 我自己非常清楚 如果爸媽沒有放手 我的兒子永遠長不大 所以我就知道我爸媽多辛苦 他要讓我飛 這段過程有多辛苦 你剛提到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這樣的例子 你可不可以具體說它是什麼狀況 很多啊 譬如說以前我們常看到 就是像寫報價單 台積電 那個機寫成公雞母機的機 類似像這種例子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很好學校畢業 他連機環的銀行資產負債表 都看不懂 看不懂 他看得懂學校教科書裡面的內容 真正那個format是不一樣的 甚至父母親還到他工作銀行去大罵 對啊 罵他說你怎麼這樣對我的小孩 然後甚至還有爸媽媽陪他吃中飯 這個我們想起來非常ridiculous 我們當聽到王議員說 爸媽每天接送 用雙兵名車接送 還有爸媽每天陪他吃中飯 放手吧 我覺得父母親要放手了啦 如果你說小孩那也就罷了 已經二十幾歲了 台灣是一個 是走在路上會怎麼樣嗎 你就讓他搭公車搭捷運會怎麼樣嗎 我覺得 爸媽要試著放手 我知道 現在小孩很少 很難 換做事 說不定 我可能也很難做到 但是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講 其實我們要適度放手 如果沒有 我們一個家庭是這樣 兩個家庭是這樣 大家的家庭如果都是這樣 那台灣永遠不可能進步 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四五十歲的人 在職場裡面 大概差不多就是這幾年了 後面就是二十幾歲要接棒 如果他們以後還是這樣 台灣還有什麼希望 我反而覺得 我們要多給他們一些機會 讓他們多磨練 不用害怕 一開始出來工作 薪水很低 那又怎麼樣 我想大家都是從薪水很低 開始做的 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在三十五歲以前 不可能賺很多錢 我的錢通常要去繳房貸 養小孩 如果我在三十五歲以前 能夠學到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 讓我在三十五歲以後翻本 如果有這個能力可以學到 那我 老實說 像議員講的 掃冊廁所我也願意缺 因為如果是在TVBS掃冊 我天天會遇到這些貴人 所以我一天遇到一個機會 說不定我就 說不定我就飛黃騰大 我覺得 那是一種環境所造成 希望大家如果今天看到這個節目 剛剛與其我們抱怨政府 不如當父母自己回復回來 事後 我怎麼對待我的小孩 所以今天我想聽到文憲講這麼多 Nima 你是 你說你從事金融保險 你自己從 是什麼科系 家兒 也是家庭 也是家庭 幼兒的 對 那如果